剛看過的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不再做一樣的 重點是 如果你想要製作你自己的 該怎麼做 那個流程 你要先知道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反正現在十月了 十月有沒有什麼節日 你們應該都是過這一天吧 我們是過這一天吧 這天是過的日子 這天是什麼節 十月十二日 對嘛 對嘛 你們 你看都只剩過的日子 好 來 我們十月沒有什麼節日了 剩十二月對不對 來 很快的Christmas要來了 那如果你有一個Christmas的活動 你要幹嘛呢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這個會打開我們的互動白板 有沒有 一樣會進來 剛剛那同學已經貼出來了 已經在這邊貼出來了 我看到了 現在呢 我們來請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Christmas 你有想到什麼 來 我先把這個 我先保存起來一下 這個是 第二階段的 好 我先把它清掉一下 OK 來 各位呢 你想看看 如果是Christmas 假設你要做一個 Party的海報的話 沒有想到什麼 事實上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新制度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做海報 用到這些軟體 都已經是最後面的階段了 是不是在做設計了 你前面要做企劃之前 你就要先想一下 喔 狂野 還好 不是那個 好 還有沒有 同學你可以打沒關係 你有想到的 Christmas有想到什麼 熊某毛 聖誕老風風嗎 對不對 有那一隻鹿啊 所以 煙火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等一下找素材的時候 就可以找找有煙火的 對不對 那我們 如果是半晚上的 海報可以用黑色的底嗎 應該沒有規定不能用 對吧 紅色的 其實對 想到了 Christmas最常見的就是 紅色跟綠色 對不對 也可以啊 紅配玉 後面那個三個字不能講 也不錯啊 薑餅人 對 你看 尋路 還有什麼 各位出樂 這位同學 一直在打烤雞 但是呢 他的烤雞 注音太聰明 一直把他認為 他在評量大家的成績 叫烤雞 所以注音不能太那個 彈酒 彈酒 彈酒也是這個時候的嗎 喬巴 喬巴跟Christmas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的路角 所以 有很多不一樣 還有禮物 對不對 各位 你不要忘記 那個用貼的好嗎 不然這樣打字幕的同學 就沒有機會啊 對不對 四級 白色 因為會下雪 好 新北耶誕城 這位同學 你的城 好像是成語的城喔 購物節 已經太多可以地方購物了喔 火雞 火雞 火雞是感恩節吧 聖誕話 好好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你開始在想一些東西了 那你想到這些之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 成為你的 喔不錯不錯 你看已經有人把它貼出來了 對不對 Christmas的圖 但是這樣子 用這一段會被告嗎 你知道下面有寫版權宣告耶 那位同學 你以為這樣 你以為這樣子 就是 你忘記了 我們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耶 開玩笑了 應該是剛剛是有存到 但是 重點在於說 你如果 直接用那個圖 有沒有版權問題 有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要跟各位介紹 一個就是 免費圖庫要去哪裡找 比較沒有版權問題的 這樣了解 因為你的海報都是要公開的 對不對 雖然不做營利使用 但是 有公開總是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盡量會跟各位介紹說 你要找 就要找那個 可以免費使用的 這樣OK嗎 以前越來越多了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東海 因為東海有什麼 有教堂 有派對對不對 知道嗎 東海不是聖誕夜都 那個 那個派對蠻有名的 所以 請問這是什麼 胡記聲圈圈 交換比物好 很好騙小孩 這位同學可能是在安心班 拍太久了 放假 沒有放假啊 聖誕節哪有放假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是自己放假而已啊 你自己敲課而已喔 我們看一下那個聖誕節 12月24應該是沒有放假啊 禮拜一啊 25號禮拜二啊 沒有放假喔 要來上課 好 差不多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吧 看怎麼樣來設計的喔